我知道你那時候 就是生病 又要照顧我跟娜娜 又要工作 其實我心裡面都很清楚都知道 我們都會一直陪在你身邊 希望可以永遠健康快樂 然後陪我們很久很久 我覺得我的人生好幸運 好幸運生活 真的 我也很幸運有你當我的媽媽 傅娜Label回憶曾離愛縣低潮 歐陽妮妮當時六歲一直都記得 六歲的時候 媽媽那時候就是生了一場大病 我不是會記得很清楚 可是我知道就是媽媽那時候 一直在處於一個低潮的階段 那我覺得我自己的心情 就是應該有跟著媽媽的這個低潮 去受到影響吧 所以我其實覺得我這個時候 就是有感受到媽媽的不快樂 然後後來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媽媽她有出一本書 好像就是在講她的這個 對抗癌症的這個過程 我才好像印象更深刻說 媽媽原來那時候是 對 癌症的 資深營養父居然二十二年前 曾被診斷出零起子宮頸癌 接受手術治療後 花了五年時間調養 她近期上陸縱 是女兒是媽媽和大女兒歐陽妮妮 聊起了這段抗癌經歷 我是六歲的歐陽妮妮 你怎麼了寶寶 我要跟你說 你六歲不開心嗎 沒有 我知道 你那時候就是生病 又要照顧我跟娜娜 又要工作 其實我心裡面都很清楚都知道 我們都會一直陪在你身邊 希望你可以永遠健康快樂 然後陪我們很久很久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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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忘記這件事 我覺得我的 我的人生好幸運 好幸運生日 真的 我也很幸運 有你當我的媽媽 我希望以後我也可以 像你一樣對我的小孩 我想要成為跟你一樣的媽媽 謝謝 謝謝你寶寶 我會是你永遠 永遠 永遠的後退 做什麼事情 媽媽都支持你 OK 謝謝媽媽 我愛你 我們一起其實是在談她的人生的 她的人生的高光 跟她的人生的低潮 但我其實我忘了 我的人生的低潮 對她來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不忘記了 那年我生病 我癌症 也很忙碌 我覺得最難過的是我爸爸媽媽 所以我就 其實盡量就是 可能只想到說 我不想讓我爸爸媽媽難過 但是我 我其實沒有意識到 她會這麼記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很幸運 真的 真的就是 我的女兒都很愛我